那說圖右圖OAB是一個直角等級三角形 腳A是90度 A點的坐標點0,4度點2,B點的坐標 好,那這種題目要怎麼做呢? 好,這種題目是其實這樣 我們說你先把OA先把伸縮變跟OB一樣長 那直角等級三角形是1比1比更號2 所以你把這個1先延長伸長變成更號2倍 更號2倍之後再旋轉45度就到達B點了 好,所以我們先把4,2先做伸縮變換更號2倍 所以更號2,0更號2 乘進去之後是4更號2更號2 然後再把這個更號2倍旋轉45度 旋轉45度,R45度是cos45度,sin45度 -345度,cos45度 好,所以就是這個啦 那把這個乘進去 那這個cos45度是2分之更號2 這個也是4 那這個負的這個沒有 好,乘進去之後把它乘換 達到答案是2跟6 所以我們的新的點B點就是2多點6 OK 好嗎? 好嗎? 好嗎?